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本身已經擁有了露娃的鏡頭 會是廣角鏡頭還是微距鏡還是什麼鏡頭 廣角鏡是吧 大部分都是廣角鏡我相信 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們拍攝風景比較多時間都會用到這個廣角鏡頭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些什麼 首先我會說一下 一般來說 有不到鏡頭 有不到鏡頭 就行了 一般來說我們拍攝風景 我自己發現了有一套流程 由整個創作的流程 由前期到後期 我今天就可能會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整件事是怎樣 當中可能會抽一兩個重點的部分 去跟大家做一些比較詳細的分享 還有後半部就會有一些影聲的小小心得 不知道大家都不喜歡影聲 或者就算不喜歡影都要看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拍到的話 都會是一個挺開心的事 我們平時拍這個風景照 第一步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想知道大家有沒有人會覺得是平時 例如拍風景照 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那個景色很漂亮 但我不知道怎麼拍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個景色很漂亮 但我不知道怎麼去掌握那個情況 其實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看大家的照片 就是 你那邊 咦 我不好意思 我不是習慣這個場景 錄一下 上一下 好 好 第一件事 萬事拍照之前 首先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要看到的地方 我們要想怎樣去拍這張照 但我想說想法 大家是否覺得很抽象 很好玩 我可以舉一點點例子 給大家 其中三個我想到可以作為 拍風景照的一些想法 是什麼呢 錄 錄啊 我幫你 我幫你計 我幫你計 我想想一下 例如這張照片 大家覺得 會有什麼想法在背後呢 看一看 在旁邊的文章 很簡單的一個構圖 但是 你猜一下 我想表達的會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有意見 有沒有人有想法 有看法 很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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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有時候拍風景 不用很高深的原因 我純粹覺得漂亮 出於一個美學的 美感的東西 就是我的 想呈現那個美感 就是我的想法 我幫你計 好啊 例如這一張 這一張又會有什麼 覺得會有什麼想法在背後 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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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想法是有一點不同 這個是有一點無幻 但是 就是我覺得 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環境 那個氣氛很棒 就是 我希望呢 我拍到出來的照片 大家會是覺得 有一點點新歷奇景的感覺 就算 你可能沒有去過 你也會感受到 周圍的空氣很濕 之類 所以 除了純粹呈現美感之外 可能是呈現現場的氣氛 都會是一個 你想表達的東西 再下一張 好 例如有些這樣的 一張這樣的夜景 其實 有時候 你本身都會有一些 自己的 訊息 或者一些想法 想表達的時候 就可以借助風景 去表達 例如 我很喜歡香港的夜景 再加上 好像在這裡 看著這個香港 但是你想怎樣 全色怎樣解讀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你可以覺得香港很繁華 你可以覺得 正面負面都可以解釋 但是這個 都可以是一個 來景風景想的一種想法 好 所以我們有三種 即是 我就舉了三種 作為想法的一些例子 當然還有其他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原因 好 那作為一個例子 我們有三種想法 好了 我們有了想法之後 那要怎樣 然後要怎樣 好 第二點 其實我們想了想要 為什麼要拍照之後 第二件事 也挺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確立主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相片 無論是自己的也好 或者可能是上網看也好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相片 好像覺得 平平無奇 或者是 不太知道 照片想拍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 因為你看到 看照片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不知道到底 他想你去看什麼 即是可能 他就這樣 普通的東西 有山有水有天有地 但好像各種東西 都不是很特別 好像各種東西 都不是他想呈現的東西 那你就會很快對那張的失去興趣 所以 當我們想拍照 風景相片 比較吸引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想到的東西就是 第二件 就是 要知道 我們到底想呈現 那個重點是什麼 才要想到這件事 好了 那主題 我們固然有 很具體的一些東西 我們看一下 是的 我們固然有一些 很具體的主體 例如這一張 大家覺得 主體會是什麼 我想重點呈現的是什麼 燒天 是的 沒錯 天色很少見這麼漂亮的天色 所以其實這一張照片 可能我的想法就是 天色作為重點 再配合城市做襯托 所以呈現 天色可以作為一個主體 又或者純粹地面 地面 地下的景物 地景 地貌 水 可以作為一個主體 還有一個 是的 又或者 月亮 這個大家不知道 之前 早前有沒有留意 有超級月亮 就是月亮很大 這個 比平時大 這個 就是 它作為一個主體 這樣能夠承受襯托 好了 還有 這個 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地貌 可能你想呈現 很震撼 你很少見 或者 你覺得很震撼 你想呈現的一個地貌 例如 這一條 是一條馬路 是一個 這樣的峽谷 中間開闢出來 我覺得很震撼 所以 可能這一個就是主體 反而旁邊是天 其他就是浮襯 好了 下一個 好了 剛才我們舉的例子 這些主體 都是比較具體的 很實在 山 水 天 地 路 但是我自己覺得 除了一些具體的主體之外 有時候我們那些主體 是可以比較抽象一點的 即是不一定要實實再做一個東西 例如 有些什麼 有具象一點 即是剛才說的 還有抽象一點的 是些什麼 看一個例子 我們看一個例子 例如這一張照片 大家覺得 這個畫面 比較吸引的地方是什麼 有兩個人正在走 但是如果你看整個畫面 我想呈現的是 我看到地面的線條 很有趣 不是一般我們平常看的 好像是一個 構成了一個 菱形的構圖 所以例如線條 可以是一個 我們可以呈現的主體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 例如 這張好像什麼都沒有 整件整件事 但是你猜一下 我想呈現的主體是什麼 顏色 對 沒錯 就是顏色 無論是單一的顏色也好 配色 我覺得藍色 撞橙色 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很喜歡呈現這件事 主體的呈現 還有這個 深淺層次 沒錯 深淺層次 還有這個 遠近的面 不同的面 都可以是一些主體 所以我們有時候 平時看風景的時候 除了看很具體 我們想呈現什麼之外 有時候我都可以 稍為擰一擰 想一想 會不會有些抽象 這些元素 我們可以呈現呢 反而就可能 令到你的作品 可能會比較有趣 令到觀眾會再想一想 是會有些不同的 有些人拍的不同 是嗎 好了 那我們有多想法 有了我們 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主體是什麼 接下來 接下來這一步 我想重點說一說 也是考大家 作為攝影師的功力 的一個環節 就是構圖 構圖 構圖其實是 包含了不同的 就是很多的繁瑣在裏面 那我就 簡單說一下 例如 我看到一座山 我不敢拍 其實當中有很多的選擇 很多的判斷在裏面 例如第一個 我們用什麼焦距拍 我用一個廣角很近 應該拍完整座山 還是我寧願用長焦拍 還是我走過一些 有些用不同的焦段去拍 這個可能已經是一個 我們作為攝影上的一種判斷 就不是在美學上 攝影上 好 我們下一張是否 先看一下 例如 我們拍風景 剛才也說過 大家都有很多廣角的 例如這張也是一個廣角鏡 我用了12mm去拍的一張 廣角的風景相 例如這個場景為何會用廣角呢 我的選擇是因為我看到前面有很多東西 前面有一個比較闊的地方 的元素分佈 然後後面的晶光也很漂亮 所以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我就選擇了用廣角鏡去拍 好 然後再下一張 這張也是用了12mm的廣角鏡去拍 12mm用的時候 因為廣角 我就可以納入到 將周圍的元素都變成構圖的一部分 我現在就好像呈現了一個 有少少兩邊夾起來 還有下面 就是三邊夾起來的一個構圖 再加上一個放射光 就會呈現了一個整體的感覺出來 所以我們想 見到這個場景 其實你完全可以不用廣角鏡 你可能喜歡的話 你只是放在中間放射光 很漂亮也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個人 在現場 我們用什麼招具去判斷 就是你的選擇 好 我們下一張看 下一張看 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是用了9mm那支 就是Sony那支 那支 9mm 又是一個廣角鏡 是吧 呈現了一個山勢 但是其實 除了用廣角鏡之外 有時候我們都可能會用一些長焦少少的鏡頭 我只是作為一個分享 可能給大家看看 原來長焦也可以拍空景的 我就拍了一些 有兩張例子 看看 例如這一張 是用了105mm的 剛才大家都介紹看過 105mm 就是在鳳凰山 鏡頭拍下去 長焦也有長焦的特性 它可以把景物 你可以找到環境裡面 最有趣的部分 就只割出來 有時候我們用廣角鏡 有時候你會覺得 不知道怎麼拍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 長焦可能很漂亮 但它只有這一塊漂亮 但是如果你拍廣角這麼大張的時候 周圍就會很悶 所以長焦大家都不要忽略了去拍風景的特性 那個可能性 好 再下一張 這張也是用了一張長焦拍的 就是剛才9mm的那張 那個山勢的位置 只不過是鎖起來 就鎖近了那個山勢 大家可以見到 其實鏡頭的焦 它選擇已經是一個構圖上 我們要考慮的事情 好了 第二個 其實還包含了什麼 我在現場 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 還有一個是 光線的變化 可能大家都要留意 我們經常都說拍照 拍風景 尤其是就是 講到光線 即是我們現場的光漂亮不漂亮 到底是逆光 順光 還是側光 有可能你這樣拍是順光 你側一側 原來這邊拍側光 是漂亮了 不同了 所以在構圖這個步驟裡面 我們除了想焦距 還要考慮 觀察現場的光線 是怎樣去拍攝最漂亮 例如這個 這個 大家看到的光線是怎樣 對 請給大家看看 這個的光線是怎樣 對 沒錯 我很喜歡側光 因為它打到這個景 是令到整件事 很有立體感的層次 所以大家看到 後面那個散 在側光之下 就會有一個陰影 粒粒突突 就傳出來 這個其實都不是 你不是 這一個景 也不是那麼明顯看到 你是要去到現場 可能觀察一下光線 觀察一下周圍 接著你會發現 這裡好像漂亮 這個光線 這樣會被掌握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在現場 想起來 看看光線的變化 看看下一張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 一次燈山拍照 就是飛鑼山拍照 那天那個放射很厲害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明顯 主體 有主體 還有這個 構圖上的光線 也是作為一個加分的地方 在裡面 好了 構圖的時候 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逆光 逆光城市的一個拍照 因為其實現場 當時這個位置 就可能在這裡 一幅仔 但這一邊 全部都是陰影 全部都是一些很悶的城市景 所以在構圖這個步驟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觀察到 場景裡面光線的變化 哪一幅是最美的 去拍照 如果它是廣角 如果整個景都很美 那當然就很正 可以用廣角鏡 對不對 這個就是第二個 就是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好了 還有要漂亮 就是你構圖 除了 除了拍照 除了拍照光線 以及拍照 適合的焦距之外 你那些元素 怎樣在畫面裡面擺 就是可能你擺側面 擺側面好一點 還是平均擺好一點 還是擺正中間好一點 這個也是那個美感 那個盤段在裡面 那這個也是 摺影師的一個功力 就是大家的修為 好了 那 構圖作為構圖 這麼重要 我有幾個簡單的心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可以 很快有些東西可以代走 那第一個 剛才我們也說過 第二步驟是什麼 要想到的主體是什麼 那 想到主體之後 我們怎樣擺放那塊東西 其實都很重要 例如這個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我覺得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就是一個瀑布 就是 可能我們少見到一個這麼快的瀑布 就會覺得 哇 很特別 就是很漂亮 就按下了 拍下了這樣的畫面 但是 其實如果你再觀察一點點 要想深一點點 就是作為一張 相片的角度去看 其實就 幾無趣的 這張相片都 因為主體又小 我又呈現不到瀑布的氣勢 然後周圍那些景物 又不見得是很特別的 所以這個 就是可能有時候 我們都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 我們看到某些東西很漂亮 我想拍下的時候 但我們沒有留意 原來張相片的主體 其實佔了很少部分 或者佔了一個不明顯的部分 令那張相片會很悶 或者有人不知道 想拍些什麼 我們看看下一張 例如 這一張就是另一個地方 但也是一個瀑布 你會見到 雖然撿過 即是漂亮了 很明顯 但是你會見到 在構圖上 我近一點的瀑布 其實我能夠呈現到 那個 感覺又不同 氣勢又不同 所以這個 大家都可以留意 如果情況可行之下 你可以想一下 會不會太小 會不會走近一點 我們會不會可以低炒地拍上去 還是 還是 那個不同的地方 去到 敗那個主體 這個就是 在構圖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其中一個地方 好了 下一個了 這個也是一張失敗的例子 你會見到 雖然這個 這麼高流下來的 一條這樣的溪樓 是 都 現場看是挺震撼的 應該都幾百米的 這樣流下來 下面有一條 過河 但作為上片來說 其實 這也不是一個 很有趣的畫面 是吧 但如果 例如 我想拍一條橋 就算了 下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走得近一點 就是我把它 潛滿了畫面之外 就可能拿一個 比較震撼一點的 低炒的廣角鏡的角度 那個感覺又不同了 是吧 所以 可能會令到 那個畫面更加有趣 那變了 就是 留意著 這是第一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少許的心得 第二個 就是留意 畫面的邊界 你們 每一張照片 都有四條邊 是吧 而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留意 構圖 即是沒有懷疑的時候 往往 我們四條邊 都會成為 一把 很不自然的雜刀 會把你畫面裡面的東西 很不自然地 割走了 我們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例子 這個是 這個是 一個 成功的例子 可以說 大家留意 除了上面很漂亮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剛剛去到底了 然後水到很高的時候 有可能 你會不小心 可能 就是這樣割了 即是 水塘可能會 不自然地 割走了 又或者 可能 這條路也割走了 即是 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被 某一兩樣東西 吸引了之後 就沒有意味到 那個 風景箱裡面 那邊界 到底那些元素 是否完整 是否自然地割走了 所以 當我 我之前都會 每一次拍照的時候 按照片 我都要 馬上 叫自己的眼光 測試 看完整個畫面 即是看完 你在那個觀景窗 看完四邊 到底有沒有 不自然的地方 才拍照 如果有 就不再微調 我構圖 對 這張也是 這張可能 好像很普通的畫面 但是 如果我們留意 那個邊界 其實 我也有少少 是 刻意去保留 大家聽見 就是 又是最大的陰影位 因為它剛剛 太陽射下來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陰影 我生的陰影 那麼 構圖的時候 我就刻意留下少少 即是 這裡其實還有 被梳化遮住 在這裡 變成 它就 即是不會說 如果我這樣 刮了 可能就會很奇怪 所以 你每一次按鍵 之前 你稍微提醒自己 尤其是 最大的影片 看看有沒有 不小心 刮走了 這個也是 令到你構圖上 更加完整的方法 好 剛才很多朋友 都說到 有廣角的鏡頭 其實 特別是廣角鏡頭 在應用風景上 我有一點點想法 就是 我覺得 它怎麼可以運用得最有效呢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 嘗試去呈現 場景裡面的風俗性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看 這個例子 這些天色當然是好而不可求 但是 當你真的遇到這麼漂亮的天色 這麼廣闊 這麼漂亮的場景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一個廣角鏡 其實就是 非常之重 完全是 你可以拿到最 最準 最準 最準的東西 為什麼呢 這個場景 我們豐富在 可能 天空本身有一個 它很特別的顏色 和那個 文理層次 然後再加上地面 這個 這麼廣闊的地方 都是有一個 很多 很豐富的元素裡面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用廣角鏡 如果想用得好 其實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找到一個 場景本身是很豐富 很有 很多元素 很豐富的一個場景 這個是不容易的 坦白說 所以 你用一個沒那麼廣的鏡頭 其實可能會比較容易取景 但是當我們想用廣角鏡的時候 而我們又 而我們又遇到一些比較闊的場景 或者我們刻意去找一些比較闊的場景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就可以很震撼 所以 例如 下一個例子 我們看到 一個 很多元素 在裡面 這個場景 我們用廣角鏡頭 就可以嘗試呈現到 它裡面 這麼豐富 多姿多彩的 這件事出來 所以有時候 大家拿著廣角鏡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 可能是環境很多東西很有趣的 可能是很多樹的樹林來的 或者是 城市就可以了 那就 嘗試看看 觀察一下 會不會有一個畫面 是有最多最有趣的元素裡面 我們就可以嘗試用廣角鏡去拍下那個風景 那個畫面 除了呈現豐富性之外 我覺得廣角鏡頭還有一個 它獨有的優勢 就是 它比較容易呈現到 一些景物的氣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廣角鏡頭 它因為夠幅度 它可以納入到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走到很近很近 那樣東西 都依然可以拍得完 主題 例如這個 青馬橋的橋椅 很多時候 大家有沒有去過這裡 西草灣 對呀西草灣 很多時候 如果 一般 鏡頭不夠廣闊 不夠闊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喜歡 只是集中呈現橋 但是這一部分 就是呈現橋 和下面的樹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 我這個就用了15mm那些 就一個比較廣闊的鏡頭 那變成了 就可以走到很近 和我少少低炒拍照的時候 就呈現到一個氣勢出來 就是標準鏡頭 或者長焦鏡頭 做比較難做到的東西 所以我都可以 我都會 建議大家 如果想 完全適應到 廣闊鏡頭的一個力量的話 你們可以試一下 找到一些景物的時候 你不妨試一下 走近一點 蹲低一點 就可以看看 會不會呈現到一個 平時我們拍出來 就這樣 用一個普通 可能手機按的角度 和我們用廣闊鏡頭 放下拍下去 的那個 感覺可能會不同 可以還有一個例子 這個也是 即是 一個樹林裡面 完全是一個低角度 影上去 你會看到周圍的 景物 那些樹 有一個很強烈的氣勢出來 這個也是 廣闊鏡頭的特點 大家可以試一下 大概有這幾樣 我們來看看 重溫一下 記得嗎? 我們有四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那個 什麼 你記得嗎? 招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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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招拳 四個心得 第一個是什麼 有一個是邊界 大家可以留意邊界 還有 剛剛說到那個 氣勢 氣勢的東西 還有那個豐富性 還有 第一樣是什麼 我忘記了 因為記得 大家都是忘記了 第一樣是什麼 看一下 知知知知知知 主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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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樣東西 大家可以在尋找你的風景的時候 去留意這幾樣東西 好了 好 我們下回 好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 知道我們想拍什麼 我們有想法 我們有主體 我們扣好圖 靚一靚 但是還未完 去到下一個位置 開來就要進入一些比較技術的層面 就是 怎樣可以很準確地 拿到我想要的畫面呢 這個就是牽涉到 你怎樣設定相機 那個曝光的缺程在裡面 大家有沒有試過 設定錯了 那部機 然後拍到照片 可能會爆了 或者是暈倒了 就算我萬事俱備 我就是設定錯了東西 那就已經可以毀了這張照片 所以這一部 雖然 不是有太多 那個攝影上一些 美學的判斷 但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那曝光的決策 我們牽涉了很多東西的判斷在裡面 包括了些什麼 例如你要看一下現場的環境 那個光差 大家知道光差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例如我們好像現在這個場景 這邊曬下來 那大家可能看到我也是 這邊會曝光 這邊是陰影 有時候 就算是風景也好 它光位和暗位相差多遠呢 可能很深陰影的話 就會很光和很黑 那這個位置 大家就要很小心去處理 因為如果你 就的光位 可能暗位就會變黑了 或者反過來就暗位 光位就會變黑了 很多時候大家認天空 都會是天地的畫面 那這個光差的分析 就是你要注意到 你要知道自己的相機極限在哪裡 會不會已經 這個光差太大了 要超出了 那我們就要用一些方法去補救 還是可能陰天 其實天地也是差不多的顏色 那就不用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你要思考的東西 好 假設如果我們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可以看 是的 例如這張 例如這張 其實是一個大極光的 太陽就在這裏 所以現場的光差是非常之大 就是我照到的地方 和我陰影的地方 其實是差很遠的 那如果你面對著這個場景的時候 就算扣好就很漂亮了 我要拍得到 都還要做些功夫 那大家猜猜我們這裏做到些什麼 我在這張照裡面 做到些什麼 才可以令到相機 可以捕捉到 一個這麼大光差的環境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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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了一塊 漸變灰的filter 那大家都知道 漸變灰的意思 有類的 大家都熟識 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塊 長方形半透明的 玻璃或者膠片 它有一半是染了 暗色的 灰灰的 黑黑的 當我放到畫面的時候 我就可以 局部地 把某些地方 硬暗些 某些地方 就光的 那就可以 例如這張照片 我就可以修正到的光差 那就變成了 令到相機不會說 光差太大 我可以投降 或者卡通了 好了 那這個就是 先上去這邊 先上去 是的 好了 即是 雷鏡 可能我現場 我就立刻要判斷 我需要用雷鏡 我要用什麼雷鏡 但這個就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純粹提出來 就 詳情 可能大家可以私下討論 或者之後大家可以再找一些相關的知識 現場 我們用雷鏡 例如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會牽涉到 我想把照片 是所謂叫高調 還是低調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照片 可能它 全部 整體 都是一個很光猛的 的tone 就是一個 整件事都是很光猛的tone 或者 低調的時候 可能整體都是偏暗的 我不是 我不是Under的那種暗 而是 可能很多畫面都是陰陰沉沉 刻意地把很多位都是 壓暗 可能只有某些位是光 變成兩種大家都可以幻想到 是一個很不同的感覺 高調和低調 有時候我們在風景創作上 都可能可以玩一玩一些東西 即是令畫面光一些暗一些 這個我都是可能 現場可以做到少少的 當然你說後製都當然可以 但有些位可能 例如你爆了就爆了 就救不了 這個可能都會是一個 你需要現場考慮的地方 還有最後還有一個 除了我們用雷鏡 除了我們說 我沒有雷鏡 那怎麼辦呢 可能我們需要做一個 包圍曝光 包圍曝光 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 我們可能拍幾張照片 不同光暗的 後期就可以搭起來 就可以各自拿 最豐富資訊的部分 天又有 地又有 這些都是我現場需要考慮的 到底我用不需要做包圍曝光 我用不需要用雷鏡 我想畫面光一些 這些都是現場技術的考慮 好了 那我接著就拍了 好了 拍了一張照片出來之後 還有一個步驟 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臨書之前 大家都會收拾相 都會後製 其實後製也是一個很大的步驟 就是當中有很多的判斷 和很多的創作在裏面 但這個也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輕輕說一說 後製其實有些什麼 除了修正你的照片 有些瑕疵 例如有些什麼瑕疵 可能是你的設定錯了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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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輕輕修正 還有做一些內容的強化 例如大家可能都會推一推 對比 推一推正式度 等等 強化了一張 還有可能有些藝術性的創作 例如我可能調色 我們會突然不日落 我們會調到黃一點 暖一點 這些都是一些 後製的時候 我們可以進一步去延伸出來的創作 到這裏 那個作品就完成了 基本上 我們經過五個步驟之後 而 今天比較重點說 就是構圖上 希望大家 可以善用到手上有的工具 就是你的鏡頭 有不同的距離 怎樣去構圖 怎樣去運用 就是希望我可以帶給大家 今天帶走的東西 好了 下一張是 後製 大家看到後製完的 其實整件事呈現出來 是可以很不同的 所以都是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創作 好,下一張 好了 重溫一下 就是我們首先有想法 想法完 就是我想呈現什麼 我想說些什麼 然後呢 就去到 你要想我到底那個畫面的主題 就是什麼 然後就想 怎樣擺 才是最美 我要近一點 遠一點 上一點 下一點 左一點 怎樣擺 還有很多 剛才我們說到光線的判斷 等等的考慮 好了 然後就到技術上的層面 到底要怎樣設置相機 才是最正確的 可以正確的捕捉到 還有捕捉完 回到家 最後就後製完 這樣在風景上 正式可以大身 其實都經過了一個火場的步驟 每一個步驟 其實每一個位置 我覺得都是有它獨有的挑戰 和有它有趣的地方 所以大家喜歡影風景的話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探索一下每一個步驟 好了 大家有沒有問題才到這個位 關於影風景上 任何一步的問題 都可以吧 接下來我會簡單說一下 其實影聲的一些 心得和知識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影聲 有拍過 都可以的 都已經有一定的掌握了 我相信 但對於沒有拍過的朋友 我想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到底影聲 有什麼玩法 還有我們在技術上 要怎樣設定 都可以簡單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影聲 其實我覺得有三種玩法 即是我們去到一個 有星空的場景 第一個我們可以拍的地方的玩法 就是最標準的一張照片 是一些整個星空的一張照片 我們叫做點撞星光的照片 為什麼我會叫做點撞星光呢 一會我會詳細介紹 但是總之我們大家可以知道 有個例子的 例如這些 星星一點一點很漂亮的 一個星空的畫面 就是大家中我們可以玩的東西 很明顯 很正確 第二樣呢 第二樣就是 下一個人 這個也是點撞星空 都是一些點撞星空的照片 下一個 都是點撞星空的照片 尤其是銀河 再下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 你有哪個線 呢 Timelapse 和星軌 星軌大家都知道 應該都會見過 這些星軌拉到很長一條線 那這個都是 我們現場可以做到的東西 星空的可以做到的東西 星軌 即是我們把很多張星空的 突發出來 就可以出到一個 感覺完全不同 跟點撞星空完全不同的 一些效果出來 是不是 好 再下一個 對 那這些都是 用了12 好像這張 的 即是是星軌的照片 這樣就拍了出來 好了 再下一個 這個好像有對比 下一個是嗎 對 這個就是 點撞 即是我就這樣一張 點撞星空的照片 還有上一張 就是做了星軌 大家看到那個感覺都不同 所以有時候大家拍星都可以想一下 到底這個場景是 點撞適合一些 還是星軌的適合一些呢 好了 時間lapse 也不記得 但大家可以上我youtube看 有些星空的時間lapse 的片 所以其實有幾種玩法 我們拍星的時候 好了 但到底這些我們怎樣做到呢 我們試一下 下一張 對 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到呢 其實呢 影星本身呢 跟影風景固然有相似的地方 但它在相機設定上 其實都幾不同 我覺得是可以獨立成一個 專門講的環節 所以我就立足了來講 那相機設定都不外乎三樣東西 光圈泛華SO 但是對於影星來講 這三樣東西都分別有它控制的東西 以及你要去考慮怎樣設定 首先我們講最簡單的 光圈 光圈是影星的話 我們的光圈要怎樣的 大家有沒有 要大光圈 沒錯 所以F2.8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 最好是這個位置起跳 有F2的F2.8 所以大家有老虎鏡頭的話 影星是很正的 因為我自己都是用 15-2和12.8 其實它影星是一個 都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那見了大家可以有的話 真的試一下 開到最大光圈 基本上都沒有死的了 開到最大都沒有死的 好 下一個 剛剛踏住了 快門 快門呢 我們又要想 其實不是亂設定的 因為呢 我們都知道星星會動的 如果快門太久的話 你會看到星星變了一條線 所以為什麼剛才我要強調 是點撞星光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設定到快門的時間 剛剛好 它夠光 但是它又不會畫一條線出來 這個就是 我們想拍點撞星光的時候 快門設定的技巧就在這裡 有一個所謂的 叫做五十 五百 五百 五百規則 即是五百規則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原來快門的秒數 是隨著你用鏡頭 焦距不同 而極限都會有不同 很簡單 如果你用一支長焦拍天 那天動了一點 你的畫面已經動了很多 那你就不可以用這麼長的快門了 但是相反 如果我用一支很廣的 十二或者十五 這樣才算 其實你的天動了一點 你都不覺得 好了 那你用的快門時間 就可以長一點了 那我怎樣去知道 我要用多少秒呢 那你就有個五百規則 即是五百規則 我不知道哪個中文 我看一下下章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計算的方法 就是例如 如果我用一支十二mm的鏡頭 我就用五百去除 除出來那個數 大約就是你那個快門的極限 就是如果我用十二mm 就不要超過四十秒 如果不是就會變線 如果我用十五mm 就不要超過三十秒 我們不可以 我們不是四四五入的 大家要留意 我們最好不要超過這個數 就是我們要降低那個數 那就是最安全 那但是其實這個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都是一個參考 都不是完全是可信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有時發覺 我用十二或者十五 可能去到二十幾秒 都已經有線 有可能是關於地理為意 或者是不知道什麼因素 我也不知道什麼因素 但是呢 就是作為一個切入點 大家去想 用多長的發音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那基本上 如果我們都知道 相機過了三十秒 其實就要去B範圍了 就會很麻煩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B範圍一來要自己計時 又要和它要搞很久 又要不同的模式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用 例如我們平時 我用M-MORE的影 總之可能調到二十 或者三十秒去試 那就慢慢再試 那個最盡力的極限在哪裡 好了 那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我們下一張 就是呢 我們剛才說的焦距 那一件事 其實是Full Frame之下的焦距 大家都知道 例如有支9mm螺蛙 是APSC機用的 如果我們要計快門的長度 大家就要留意 我們要計回Full Frame 所以是9mm乘1.5之後 才再除了 大約是37秒 但其實我想都是 大概30秒左右 大家可以試一下30秒左右 這個位置 去做快門的設定 好了 光圈有了 快門有了 咦? 是甚麼? 是 接著到ISO ISO又是一個 都幾 幾難一確而論的設定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定了光圈、定了快門之後 我們最後一樣 可以在曝光上面走盞的位置 就是ISO 但ISO我們要怎麼定呢 其實是很視乎你身處的環境 可能是光害有多嚴重 可能是空氣有多清澈 這些因素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 撐開的數字 但是我可以 就是又是給你不同場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場景 例如這裡 香港 一個非常光亮的城市 對不對? 所以形星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這一張呢 我 都是用了最大的光圈 而且好像都是二十多秒這樣發援 即大致上 那ISO好像是去到一千二百五十左右 已經盡了 因為如果再光 可能這位會爆發 因為跳太過了 就 救不了那些星 但是下一張 是現場調整 是現場調整 下一張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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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這個 這裡是在日本的 在日本的山區 它的光害幾乎是沒有 超級黑 而且空氣很清澈 所以剛才在香港 我們用了ISO 就是一千二百五十 大家猜猜這一張 我用了多少 ISO 五千 五千 二千 五千 最後 最後 其實是五千的雙倍 我用一萬 才覺得足夠 因為它真的 太黑了 基本上我用 我就算推到很厲害的ISO 它天氣也不會 有些很奇怪的光 出來 變成了 我就在現場盡量試 咦 八千都還可以 又試一萬 這樣去試 即是真的在現場 去試最適合的ISO 這個你現場除了留意 你看過畫面之外 可能留意了Histogram 即是各樣的曝光 對不對 去到現場去調整 但是大家就可以知道 原來 那個ISO 那個 影聲的時候 ISO的變化可以很大 即是你可能有千多 可能有些 你很光在城市 可能八百已經爆 都不定 就拍不到很多聲 就是這樣原因 去到一些很黑的位 可能你去西貢 去到一些沒什麼光害的地方 可能可以去到六千四 八千都不定 這個就是現場去試 OK 好了 這個 這個是荃灣 就是一個鬧市 但是 這個好像 這個都是千幾 一千六 這樣 就已經很光 已經沒有辦法 可以再 推高ISO 變成其實影響的聲音 會比較少 相反 剛才日本那張 我去到一萬 所以我就可以吸到很多聲光 就是這樣 好了 對了 射完光圈發揮ISO之後 其實還沒完 我們要拍到聲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對焦 對焦 對焦 大家的影聲 和平時的風景有一個分別 就是因為影聲 聲光是太小 和太暗 很多時候 一些自動對焦 相機的自動對焦 都未必識別得到那個聲光 未必知道你想拍它 現在就會對不到焦 所以就算我用自動鏡頭也好 我都會拍回去手動對焦 然後自動對焦 所以本身 老挖是一個手動的鏡頭的時候 其實對於影聲來說 我覺得是適合 就是影聲需要用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手動的對焦 但是手動對焦 也有少許技巧 我們不是這樣拍 很難提 有一個技巧我喜歡按 我喜歡用的就是 會開一個Live View 現在很多相機都有Live View 就是你可以Live View 再按放大 你就可以移到某顆星 放大可能八倍十倍 很大顆 然後你就領相機的對焦環 我就會來回這樣領 你會看到畫面 那顆星光就會由大變小又變大 因為你會過了龍 你會領回頭 我就慢慢修正 就是你又領領領 越來越細 幅度越來越細 越來越細 那顆星光就會由大變小 變大又變細 但是它的變化就會越來越細 那麼最小的位置 它顆星最小的時候 就代表你對準了焦 那就可以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容易去對焦的地方 因為真的很黑 周圍的影星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可以大家去試一下 對焦的時候 好了 對焦了 基本上你按下 就可以拍到一個星空的相片 那大家再聯想一下我剛才說的構圖 就是影風景一般的知識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拍到一張不錯的星空相 好 那最後一個小小的深則分享 因為其實影星和影風景都幾不同 所以有些位置我覺得可以 就是我有一點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例如我們用遙控器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明白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優勢 你用的容器 一來你不用碰到相機 它長部你不會震到它 還有呢 都幾爽的 就是有時候你這樣按 就可以讓我拍 因為很多時候你 閒一閒一閒一閒三十秒 還有如果你拍得很長 你可能要代量會面 搞很多次的 那我用遙控器 可能可以坐著很舒服地按 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好用的影星 的一個小工具 還有腳架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腳架 對不對 但是呢 不同的腳架可能 那個質素上會有少少的分別 有時候 如果你的腳架可能是 不是太穩陣的 那如果你遇到影星的時候 比較大風 或者現場環境不太好的時候 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就是不拍呢 會震動 就不拍呢 其實也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腳架縮到最短 最短的時候 就是最穩陣的 一支腳架最穩陣的 所以當你發現 如果你的腳架有少少震的情況 你就縮到最短 試一下 行不行 還有那個波頭頂住它 但是鬆到最短 是一個 就是可能是救命的方法 現場 如果真的震的話 那還有呢 影星呢 因為每一張都是長部來的 而長部是非常吃電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那個電量 就是 大多幾顆後備電 或者總之你要 記得你影星是很吃電的 還有如果你拍攝時間鏡的話 可能會拍了很多的位置 所以卡都要大量 好了 那除了一些攝影上的分享之外 其實 例如影星 大家都不要忽略了它那個 現場的危險性 還有它 就是環境 就是始終 大家我想都未必很習慣 黑夜在野外的地方 都活動的 所以 假如你真的去影星的時候 都要真的留意回 到底 環境是怎樣的情況 首先第一件事 照明都很重要 即是 無論你用頭燈也好 你用電鍵也好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設定好些東西 即是你不會再移動的時候 你不妨 盡量不開燈 又或者你用一些紅色的燈光 有一些紅色的LED 又或者有些 電頭燈可以有紅光 又或者你包一張玻璃紙紅光也好 紅光的好處就是 但是它不會對你的眼睛很刺激 即是你就算不小心照到也好 或者你看東西 你找東西 你一開燈 如果有紅光的話 然後你再重新 你就要再適應過一個淡 但紅光就不會了 所以大家可以準備 一些紅光的LED燈仔 或者是紅光的電筒 還有就是 我覺得 除非你是在走路 移動 的時候 你的光可以亮一點 但是 當你一旦停下來的時候 或者你看到 露點不是很崎嶇 可能是一些 例如你入東方是沒有馬路 就是比較好走的話 盡量不開燈過 電筒盡量不開燈過 可能調到最暗 你的眼睛就可以適應到 黑暗的地方好一點 還有就是 沒那麼辛苦 好了 還有 防蚊和保暖 都是一個可能大家都忽略了的地方 因為呢 夏天是要防蚊 稍微就算未到冬天 可能秋天 我們夜外在凌晨的時候 都會 有時候都會幾凍 所以就不要想著 我入口進去 乱乱出汗 就不用可能 戴外套 可能大家都戴外套 或者怎樣 作為一個不時之需 去到 確保晚上不會太辛苦 好了 這裡就是 關於影星的一些技術上 和深深的分享 好像不太好 對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留下問也好 或者我們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那裏找我 我們可以再聊聊天 好了 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可以問一問 我們可以聊聊天 可以問其他東西嗎 對 宇宙的東西 如果我們接下來會有月食 如果我想拍白度 如果我想拍白度 如果長鏡又不夠長的話 我會用什麼方法拍白度 白度是指月光的軌跡 對 對 長鏡不是很夠的 其實不是很夠長 其實不夠白 即不夠大顆 對 又拍不到 又拍不到長鏡 但如果想拍白度 有什麼設定 你的意思是否 例如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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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想 其實 未必很重要 其實是看你怎麼構圖 如果你歪一點的話 你會覺得 鬼女長矣 那你有什麼設定 你會想拍攝什麼景 城市 還是駕駛 想拍攝有城市 即是有些屋上面 有些屋在下面 如果你拍過在上面 嗯 我記得我上次拍超級月亮的時候 那個 有一個位置就是很難拿捏 就是月球會爆光 但是城市就不夠光 即是可能那個暴光 那個位置 你要放回中間 如果你完全遷就月光 可能城市的光 就會太暗 又或者相反 你遷就城市 可能月光就會白了 什麼都看不到 即是我想你都希望 想保留月光那些 裡面的細節 那要以特意 即是 就是以月亮做主角的東西 如果沒有光 你要看亮者 還有會看Histogram 有個圖 你要看一下 留意一下他旁邊 有沒有剁了白色 即是要盡量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 月光要盡量光 但光得來就不要爆 嗯 就是水好了 哈哈 是呀 即是我剛剛問哪 快要爆 快要爆 又不爆 那我後製的時候 將月光一拉暗 那就應該可以出回 那個 那些細節出來了 即是將月光拉暗 要後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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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了 因為你暗位推光 那些畫質 是沒有光位拉暗的那麼好 即是如果我本身張照暗 我只能推回光城市 那些畫質就沒有 我本身拍的城市是對 然後我拉暗的月亮那麼好 所以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是的 那有沒有說 即是有沒有月亮和月亮之間是相差的 我沒有拍過這一類的 但是 是的我看到了 在中間那一部一定有 有一個 是的有一個範圍 還隔多久 是的 如果是讓我選擇 我就不會反了 我先拍時間規 因為 第一就是 你計時 你打算 你打算 五分鐘一張 五分鐘一張 有可能你人為會失敗 又或者是 即是你計時始終 你又要 整天的心血記住 但如果我設定了時間規定 我一來我可以 我又可以一雞幾尾 我可以之後 真的做一條時間規定 我可以自己選回 每五分鐘選出來 就可以 還有我還可以 選密一點 疏一點都可以 即是我之後我可以 咦 好像密一點好看一點 好像疏一點好看一點 我還有一個彈性在 所以如果你在電 和卡丁 都有大量的情況之下 你會很容易 你拍什麼 但如果地點 會選哪個地方 會選哪個地方 呃 我上次就在黃埔拍 我覺得挺好 我有看過 但是可以 可以 即是你是拍了一張照片 是 但如果譬如 例如 例如 例如月亮 是否會大一點 月亮 月亮 應該不會大一點 但是那個形態 會不同 即是 可能會變成暗紅色 然後這樣 但是其實 如果 例如 你那個 鏡頭夠歪的話 即是 你不會出了去才吃 即是 這個扣圖是可以 拿完的話 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 反而你要留意 就是它吃的位置 應該是幾點吃 即是 如果它很硬 十二點才吃 那已經在頭頂了 但如果它可能是七八點 因為我沒有查到 我沒有留意 月亮的時候吃 月亮 也是 凌晨 凌晨 兩三點的時候 即是在西邊 要向西 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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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相機搭? 就是你的鳥取是用哪一隻相機搭老挖的鏡子? Pantasy 但我想也不是太大分別 就算是Canon,Nicca,Tony 不同相機,可能ISO會有不同的 會啊會啊 就會考你後製Denoise 輕鬆一點,還是舒服一點 Pantasy也有少少Noise 也有少少厲害 但有時例如你是 不是放到很大看 或者不是Print出來 又未必覺的 我放了Facebook 大家應該都不懂 所以都還好 我想問你剛才 老挖的60那支鏡子 可不可以拍攝? 60那支? 其實什麼鏡頭都可以拍到的 關鍵是它的快門時間的設定 以及你那個構圖的方法 因為你60拍攝是比較長焦 標準至長焦 那你拍攝的範圍其實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拍攝風景或者拍攝聲 那就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你構圖 以及它2.8光圈 我真的沒試過你和你拍攝聲的那支 但是你要留意這件事 構圖和範圍 如果60的話 我想可能10秒8秒要盡 即是不可以太 500除60 8秒左右 已經盡 就會有個分別 這張是一張過的嗎? 這張不是 就是過濾兩張? 是 因為呢 因為現場的車站是非常高 我沒有辦法之下 就唯有 即是 為何把車站 後來也將是一個星空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就問你用什麼APP 幫忙找我 啊 我有一個APP 叫做 Sky View Sky View 即是天空的view 然後是一個免費的APP 那它就可以立即看到 實時的位置 在裡面 你可以看 某一個時間 我聽過是找天蠍座 哦 即是如果你說沒有APP 輔助的話 是啊 我會找天蠍座 因為天蠍座 也是一個比較 異形的星座 即是 我現在沒有過例子 但是呢 其實它的形態就是 真的好像 有個勾 那樣 你會見到有一些星 是一個勾 那樣 那個勾就是它的尾 它的尾 就是過少少 就是銀河最光的位 所以如果你看到 有個星座 是有一個勾 那那個勾的位 就是那個勾 就是那個勾 就是過少少 應該就是 那個銀河光的位 你會拍一張全黑的 劇照 你會這樣做 現在會這樣做 嗯 我好像 我好像 比較少這樣做 嗯 通常都是忘記了 但是 就是不用黑牆也可以 因為呢 因為我 例如影星 可能我最多都是20秒左右 其實那個 就是有一個叫熱醋 熱的醋 Hot Noiser Hot Noiser 叫什麼 就是曝光曝耐 它會有些奇怪的雜訊出來 但是20秒左右 其實還可以的 我試過有一次 即是貪得意 所以用到家人 6分鐘 8分鐘呢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就真的要用 但是我就是忘記做了 所以就不行了 但是20秒那些OK的 20-30秒OK的 不用認行色都OK的 OK嗎 大家 有沒有代到這些罩 哈哈 還有大家看到這邊 有一堆的露娃和鏡頭 即是大家如果沒有在手裡玩過 你又有興趣 可以試一下玩一下 看看他們 整個系列都在這裡 好不好 那今天的分享也能夠支持 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繼續聊 好不好 那麼 多謝大家今天出道